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,这是无可辩驳的法理事实,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,国家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,煽动分裂国家犯罪,具备坚实的法理基础和充分的法律依据,是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和完整的应有之意,也是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正义之举。 凡是以身是法的台独顽固分子,不管其身在何处,国家执法司法机关都将一锥到底依法严惩。